我们先来看台南市政府今天召开了台南铁路东夷案的审查会 不过反对这个案子的自救会批评台南市政府黑箱作业 因此号召的群众到市政府占领市长办公室气氛火爆 拒绝黑箱 拒绝黑箱 别往地站 别往地站 大喊口号高举步调 为了争取举办听证会 27号下午 凡台南铁路东夷自救会的成员占领市长是 要台南市长赖清德出面说明 现场气氛火爆完全没有交集 原因是因为台南市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 原本预定23号审查铁路地下化的都市计划变更案 但自救会成员却未被邀请 担心黑箱作业因此发起占领行动 直到市府秘书处长肖伯仁出面沟通 两个小时的抗议才告一段落 你们主张的听证程序 我们的建议是说 现在内政部已经就土地征收条例 这件事情已经要把行政程序法上的听证程序的精神引进来 或者甚至把他的罚条移制过来 也许更严谨 也许更宽松 我们不知道 但是毕竟扩大民众参与的精神已经引进来 承诺会广纳民意 也会在9月2号亲自向自救会成员答复 是否召开听证会 这才让抗议民众的怒火稍微平息 我们这些是小小的要求一个听证会而已 一代市长的他所说的说 要照顾我们这些居民 要跟我们沟通 我认为是说我办一个听证会是一个沟通管道 要求与政府有平等的沟通管道 自救会成员表示 9月2号若再得不到明确回应 不排除向市长赖清德当面请教 联合报庄中勋台南报道